好 除了典禮本身 府前的表演节目也是备受关注 这一次三军携手合作 带来精彩的演出 最震撼的就是雷虎小组压轴冲场 飞越总统府上空 释放采烟 另外 永英号 经国号 还有幻象2000等战机 也以空中分裂式向总统致敬 而这一回呢 更是邀请到了 终植传奇球星 担任国歌领唱嘉宾 让典禮充满了话题性 AT-3教练机 释放蓝白红三色彩烟 飞越总统府 彩烟弥漫渲染整片天空 精彩的还不止如此 永英号 经国号 F-16V还有幻象2000 军机组成空中分裂式飞越广场 场面精彩万分 官兵们实施礼炮21响 每发间隔三秒 向元首外宾献上最高敬意 在这期间 巨幅青天白日满地红也登场 双旋翼的CH-4拐SD 气努克运输直升机 载着18x12公尺的巨幅国旗 隆重亮相 一旁半飞护卫的是 阿帕契眼镜蛇 还有黑鹰直升机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海军S拐动C反潜直升机 也加入悬翼机编队 共同执行520就职大典任务 多样化的机组编队 让民众们大饱眼福 另外这次国歌领唱嘉宾 也大有来头 终止传奇球星 陈毅信黄平阳 谢长亨 还有康明山 作为领唱嘉宾 也在现场带大家 欢唱国歌 三军 努力战备 呈现精彩演出 除了展现精锐战力 也要在520当天 把最好的一面 表录在国人面前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